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生金是游游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个非常高端大气 有智商有寒暗有内涵的 户外亲子真人秀节目 GoGoFamily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 沥水市的庆园站 我们来到的景区是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百山祖景区 我们今天来了六组家庭 下面让我们来欢迎这六组家庭 你们好 主要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环节都要在这样一个优美的景色中进行 但是我们也设置了三观障碍 大家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 加油吧 加油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叫做清风廊 我们在十分钟之内 用我手上的圈圈去套那边的饮料 先套到的饮料就可以拿走 我们按顺序一个一个来好吗 先从红队开始 准备员 早期 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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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í 好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从这儿到锁桥的这段距离 有12块许愿牌 我们找到了许愿牌之后 可以用我手中的笔 在许愿牌上写下心愿 然后再挂到锁桥上 那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 在这段距离当中 看谁先找到许愿牌 好了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我们大家去找许愿牌吧 我们去找许愿牌 我们去找许愿牌 我们去找许愿牌好不好 这个是哪里 我去找许愿牌 我去找许愿牌 一直没有愿意 一直没有嘴巴 是啊 真奇怪 各位 在哪里啊 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没有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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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大家是不是都拿到许愿牌了呀 那我们现在就给你发一支笔 然后我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把心愿写在许愿牌上 我们可以画图片吗 可以可以 你想画什么画什么 但是我们要自己把这个学院牌 去绑到那个锁桥上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一月十五个 我想要一只小鸡 爸爸 小鸡小鸡 我们今天拍照片 今天我要一只小鸡 能这个锁桥做吗 对吗 最小鸡的一只小鸡 欢迎大家来到 《御上无田投花海》 今天我公布 第三个任务 是我们所有的家长 带着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在我们的花海和香菇棚 拍摄照片 并且集齐九张 发送微信朋友圈 集齐108个赞 就可以获得 我们节目组提供的旅游门票 包括时速和住宿 我们节目组还算蛮大方的 是吧 是的 你们想拍照吗 想 想拍特别特别美的照片吗 想 那好 我们行动起来去拍照吧 好吗 好 你说要拍整个这个树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你出来了 对呀 出来了看了没有 哪里呢 那三里看那个地方就出来一个小的吧 那那那这里 我看 你热不热 。 。 宝贝们 昨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今天我们来到大木山骑行茶园 有两项特殊的任务给你们 先让你们猜一猜 我现在身后拿的是什么 疯疯 你们都这么聪明的吗 太简单了 但是你知道今天拿这个风筝是要干嘛吗 放风筝 这么聪明 但是不只是放 还要我们先要画风筝 先要在风筝上画出你喜欢的图案 然后我们再一起放 你们有信心把风筝放起来吗 有 那我们自己为自己喊一个加油好不好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加油 海 风筝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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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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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